像这样的狂风暴雨 到底该不该强制放假 台风假是否纳入劳基法 在立法院引起大争议 你一旦给雇主谈性 这等于是拿劳工的生命开玩笑 立委李燕秀破口大骂 痛聘劳动部部长林美珠 不为劳工着想 台湾的天灾假 迟迟无法法治化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日本 韩国 以及香港 都没有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 对于没有出勤的劳工 应该造给工资的立法力 强调台风假给薪水 事件没有先例 以日本企业来说 规犯更严 台风天还是要上班 能否多发一日薪资 由企业自行决定 给新规定没有下文 到底上不上班也说不清楚 让立委再度大怒 比如说媒体朋友 常常因为在采访的时候 可能水都已经淹到膝盖 而且扛着这么重的机器 当社会上有不平等的状况出现 政府就应该解决 不应该放任这样的问题 继续存在 立委提案马上修法 把台风出勤规范说清楚 但双方还是无法达成共识 明天停止上班上课 或者是说今天晚上停止上班上课 他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 来报告说什么时间 开始停止上班上课 一天24小时都有劳工朋友在工作 那么因此就会发生说 那么以后在执行上面 是有很大的一些挚爱 怕日后执行造成困扰 李美柱强调需通盘研议 但有许多民众跟立委一样 希望台风架可以赶快入罚 比如说劳动部或者其他的政府机关 应该站在看劳工同一个地方 然后帮助劳工争取他们的福利 如果像台风天的话 就是出门我觉得其实蛮危险 如果就是风那种比较大的话 其实那种招牌也都会下来 劳动部持超保守态度 天灾架没有下文 看来之后遇到台风 各县市宣布停班停课时 又会引起一阵混乱 董森财营新闻 李周翔 潘育权 台北采访报道